现在正在滑着手机或者是坐在电脑荧幕前的你 未来想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字 按下Enter键以前 劝你真的要好好地想一想了 否则这个键按下去 一不小心成为了假新闻的散播者的话 有可能让你坐上6年的牢房 又或者是面临最高50万利级的罚款 为了严惩任何制造 转发散播假新闻的人 国会拍板通过了反假新闻法案 告诉你 这项法案的制裁对象 可不只是马来西亚人而已 就连非马来西亚籍人士 也都包括在内 散播者在任何地方 制造或者提供跟我国相关的假新闻 就算你人在国外 也等同于是在我国马来西亚犯罪 不要以为这项法案是针对媒体量身打造的 事实上主要你是面子书 Twitter Instagram等等这些社交媒体的用户 在这些社交平台上转发消息 都有可能成为反假新闻法案对付的对象 因为你可能不是假新闻的制造者 却可能是假新闻的散播者 被假新闻攻击的受害者 只要在获得提令之后 就有权力要求相关的社交媒体用户 撤除有关贴文 可是假新闻应该怎么定义呢 基本上只有案件带上法庭之后 由法官来做最后裁决 我们唯一能够告诉你的就是 根据这项法案 任何平面声音或者是影像类的新闻 资讯数据和报道的内容 只要部分含有虚假成分 都足以构成假新闻 所以说只要是在蓄意的情况下 制造提供出版印刷 转发或者是散播假新闻 罪名成立的话 就有可能面临最高50万令吉的罚款 又或者是最高有期徒刑6年 或两者监失